在无锡太湖附近的一座山下有一个奇特的池塘 奇特在于池塘中竟然有一个古墓的碧玺 碧玺为啥会留在水中 而我们这次又意外地发现了这座大墓的其他踪迹 哈喽大家好我是总书 我现在在江苏的无锡 今天带大家来寻找一座野墓 这座野墓的主人是整个无锡在明清两朝最大的一个世家大族 秦氏家族 其中有一个叫秦金的 秦金这个人在秦氏家族是最有名气 也是官之座最大的 曾经在明代嘉靖年做过六部尚书 但是他的墓现在的现状却特别的残破 这个已经被淹到了水里边 而且今天跟他们来的还有经常探墓的那个博主 一名已经跳到水里去了 咱们过去看一看这座墓 秦氏家族是明清两代无锡最显赫的名门望族 早在宋代时秦家就出了一个大人物 龙图阁大学士秦官 而这位秦金是秦官之后的另一位秦家牛人 有多牛呢 他出生于1467年历经洪志正德嘉靖三朝 做过礼部兵部户部和公部尚书 六部尚书几乎被他做了个遍 如今号称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的无锡济畅园 原来就是人家秦金的别墅 1532年他去世之后 内阁首府严嵩亲手给他撰写了神道碑志 咱们看一下啊 这是秦金墓江苏省的文物保护单位 但是他现在这个墓啊 只有咱们看到的一个神道碑的碧玺 而且是一个残碧玺 大家看就在前面 被这个水塘啊整个给淹没了 这个神道碑的后边呢 应该就是秦金这个墓的神道 但神道呢咱们现在也看不到了 只能看到这个残碧玺 应该是头已经掉了 刚才一鸣啊已经下水过去探了 看一鸣还站在水里呢 一鸣 大家看前面躺着的那块石头 刚才一鸣去看了一下 那个啊其实就是 他的神道碑被推倒了 被砸烂了 那块碑呢据说是 明朝的内阁首府严嵩 亲笔书写的啊 非常的珍贵啊 但是现在不知道为啥被推倒了 扔到这水里去了 咱们看啊 顺着这个神道的方向啊 这个秦金的墓呢 大概就在那个位置啊 风水也是非常的好的啊 这个山也是左怀右抱后又靠山 但是现在那个墓呢 已经看不到踪迹了 这是在五十年代啊 就是当地人啊 可能是把它给盗窃了啊 那它的石像绳呢 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 也被盗没了 所以这个墓呢 就只剩下了一个水里的避洗 我们去看一下 他们的石像就在那儿 还有石像呢 那他看看去 我那两个石像 人家车六年盖世呢 本来在这个里面的 本来在这个里面的 石像盼了六年 拿了那个产车 正好那个当地大哥啊 说前面那个地方有石像啊 这个据说当年啊 偷这两个石像的人 在洞庭被抓到了 而且被盼了六年啊 盼了六年 现在呢 这两个石像绳啊 又被运回来了 在那个屋子里边 大哥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我看看这石像啊 啊 哟 这是个大底座啊 这是 哦 石码 啊 这还有个将军啊 这还有个武将啊 哎呦 这武将啊 就躺在这儿啊 但是咱们能看到 他的体积还是很大的 现在只剩下半身了 这是那个下半身 咱们能从这盔甲和这个 对手持的这个武器 能看出来啊 这是明代的石像绳 它的一个装束 非常可惜的就是 被盗墓的人给结成两半啊 破坏了 刚才看这个石像绳的时候啊 遇到了这边的几个村民 跟我们聊了一聊 啊 这个 石像绳啊 被盗的情况啊 那最后呢 咱们刚才也说了 被判六年 所以呢 还是呼吁大家 咱们一定要保护文物啊 让咱们的文物呢 啊 流传下去啊 让后代能够看到 啊 那今天这个 青青木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探索视频再见吧 拜拜 有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